今天我们跟着从云林北上打拼的张小姐 淑婷小姐一起到林口去挑适合三代同堂居住的文创好宅 现在进入了最后决赛的两个物件要仔细来挑选 我们先跟大家汇整一下两个房子的基本资料 第一栋房完全符合文创好宅的条件 屏数非常大有98.49平六年 然后它的优点是文创园区就在旁边 就在旁边以后有机会遇到大明星 没错 但是它的价格没有太清明 2580万 另外物件2其实它不是文创好宅 它比较属于是有捷运的有mall在那边的 交通位置非常方便 可是它的评数比较小 它总权状是61.86平 可是实际使用评数只有30几点 然后格局上面我们的书听有一点点小小的疑虑 它可能需要花点权去改变它 然后总价是2265万 好 那你想你要选哪一个 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第一间 第一间房子 对 但是就是真的学区是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一直很难抉择 学区是一个 价格不是问题吗 价格 可是这样算起来是它一平的价格跟 其实没有比较贵 没有比物件2还要贵 因为物件2它的机能什么东西都已经好了嘛 对 所以它该上涨的空间其实已经都涨回 已经涨到了那个点上了 对 好 所以你选物件1咯 现场有两位老师会帮你 把守这个价格 所以你先写写两位写一写 你书听心中的愿意成交的价格 以及静怡你觉得可能成交的价格 不要写 不要写说2500万少个80万这样 没有诚意 也不会是这样子的 所以就直接给我们一个合理价吧 好 两位在写价格的时候跟老师聊一聊 因为郑老师你常常去那个物件1 对 对不对 是 那边你一直在讲它好 一定有缺点 一定有缺点 对 你的客户难道没有反映过住在那边的缺点吗 我应该是这样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它的那个炉灶啊 直接对的是后阳台的那一个门 这样不好吗 其实炉灶对后门来讲 我们也所谓的就是 有点破财的迹象 那么可是它破财是属于点点滴滴 是漏财的 所以变成说这个房子可能有记 但是出的也不少 那如果还没有记错的话 因为真的有一点距离 它的梁是蛮大的 梁比较大 很大 很大 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那个就是平面 就是刚刚看到的 可是看不到 因为它都装潢好了 所以看不到 可是对风水来讲 梁柱越大 如果压到炉灶 代表你主人的子宫下腹部 其实比较会拥有病痛的一个现象 如果是它有压到那就比较没有那么理想 可能要透过装潢的方式再做一个调整 修正就对了 好来看价钱 先看淑婷的好了 你希望它开价是2580万 来看淑婷 淑婷你希望2380万 把它砍了那个200万 2380万 好我们来看看静怡的 我的是2450 2450 对 这是怎么开的 两者之间差了多少钱 70万 因为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讲 屋主其实他开价并没有开得很高 因为他不喜欢说他的房子开得很高 然后让人家乱杀 他就是觉得说我就是 大家就是接近一点 对真的喜欢我的房子再来买 对 所以他其实他的空间并不大 对 你说杀价空间 还价空间并不大 这样算起来一平是多少钱 他一平差不多是落在2526 2526 对 理事长 现在介绍 我觉得这个买方是非常好 因为他以这个杀价的空间 算起来他是非常优质的买方 优质的买方 所以感觉他开2380万 贯200万这是合理的 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他可能就会出口比较多了 所以我相信他出这个价是非常的合理 他大概在单价大概应该 他抓的这个单价应该在25万多的单价 屋主开的大概是28万 对 基本上25万我因为我们专家一定比较保守 所以我出估的话会估在这个2300万以内会比较 到现在的一个价差 那么我认为理事长刚刚提到的 他说一平大概应该是落在25 最早22到24之间 那如果以这样的价钱来看 他再加上那个车位 我认为其实这个价钱真的要 屋主的话应该要赶快成交 屋主要赶快成交 听到了吗 听到了 静怡 我会回去赶快跟他报告 回去赶快 那个淑婷你看 跟静怡看房子看多久了 快两年了 快两年了耶 快两年了 看了最少超过10间房子了吧 10间以上 对 然后目前是挑他最中意的两间 没错 来请专家帮忙看 因为之前都看都没有去 care学区的问题 然后大家小朋友大了 我真的就是这个是最主要的考量 最主要的考量 因为买房子毕竟是一大笔钱 然后方方面面都要考量 而且绝大多数人这一辈子 买卖就这么一次 一定要非常谨慎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跟淑婷一样 一直处在犹豫不决 然后摆当 无法下决定的状况 如果观众朋友 你有同样的困扰 想要买房子 可是却迟迟下不了手 欢迎你来到现场 我们有专家帮大家 鉴定来挑好房 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大家一起来 进行工房大挑战 帮淑婷来挑好房 你一定要努力促成 我知道 听到老师讲的没有 听到了 2380万要赶快下手 是 尤其未来房市的走向 大家可能前景不是 那么的光明 对 所以赶快促成交 大家不要忘了 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我们一起进行 工房大挑战 拜拜 我今天很开心 来到这个地方 学到很多东西 尤其是风水老师 提供我那么多的资讯 好让我可以回去 帮我的买方 达成这个目标 帮他谈到一个好价钱 买到一个好房子 今天很谢谢来 参照这个节目 然后让我 决定要选哪一间房子的 虽然 就是只能二选一 但是已经选到 我心目中的房子 谢谢